运球就看Uncle Chu 战术就学Coach Lu 大家好 我是非官方鲁鱼双胞胎兄弟Fish Lu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我的宗旨就是 让热爱篮球的你每天都能掌球 勇士在刚刚经历过一个夺冠赛季后 休赛期并没有大幅度的影员 同时还有小佩顿波特的夺冠功臣的离开 最近又发生了令人哗然的格林普尔拳击事件 整个球队可谓是风雨飘摇 不过今天我们不聊那些场外因素 就只谈篮球 通过备受关注的胡人勇士的那场季前赛出发 分析一下 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勇士队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以及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细节 还有新人和新元首门的表现 先从普尔这名球员说起吧 休赛期的一些风波把这个小伙子推上了风口望迁 从转发西罗续约的推特 到后续和格林的冲突挨了格林那一击中拳 普尔在这个休赛期经历了很多 那一击中拳不仅让普尔倒地 让格林也付出了代价 承受严重的舆论压力的同时 也让他的续约前景更加不明朗 正如克尔所说的那样 这一拳击碎的是真冠所需的球队文化 甚至可以算是他执教球员以来的最大危机 尽管在库里的默默努力下 格林和普尔的矛盾暂时隐藏了下去 但这依旧是一个定时炸弹 勇士队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 至少在机前赛上给了普尔新的战术地位 让普尔更多地进行持球挡拆的工作 更多地操刀进攻 以胡人和勇士的机前赛为例子 我们就能很清楚地看到 普尔和怀斯曼之间打了大量的挡拆战术 特别是强色轻空的纯粹的2打2的挡拆配合 要知道 这样的挡拆配合 在科尔的战术体系当中是非常少见的 更准确地说 是在常规赛的勇士战术体系中 上一个勇士无敌的挡拆组合 是当年库里和杜兰特的挡拆 但也基本只会在季后赛中才出现 言归正传 回到普尔和怀斯曼的挡拆配合当中 当勇士和胡人的比赛进行到第一节剩2分40码的时候 这个进攻回合吸气品位 看 普尔和怀斯曼清空左侧 随后交手递手后跑位后 普尔借机利用挡拆来创造身位插合移动空间 突破到伐修线吸引防守之后 回传给顺下的怀斯曼 在牛角位完成中距离陀兰的输手 与此同时 在底线的兰姆也在跑位 他有一个溜底线借助掩护兜到弱次的跑位动向 库里也在往湖顶位置进行跑位 作为强策挡拆进攻后的传球选择之一 说实话 这种在牛角位置上的掩护进攻 需要持球人做出更高级别的进攻处理 因为它的可操作空间是更小的 同时 挡拆的执行者也需要有一定的中投能力 来更好地完成这次掩护进攻 很显然 普尔完成得不错 怀斯曼的中投也足以胜任挡拆执行者的位置 在加布里埃尔的防守位置很好 既可以压铺普尔的突破空间 也可以看住怀斯曼的顺下时 怀斯曼的中投完成了这次进攻 不过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怀斯曼的挡拆质量需要进一步地提高 挡拆时候能否挂住防守人 从而达成换防或者吸引两人防守 是一个内线球员挡拆质量的评判标准 在大多数时候 怀斯曼都能够把防守人卡住 为持球人争取突破的时间和空间 但是他对于挡拆的尺度判定并不是很准确 他不能很好地判断什么级别的挡拆 或者说将防守人卡在哪个时间段内 已经足够队内的这些超级持球人 摆脱防守进一步推进 这让他经常出现挡而不拆 或者是挡而慢拆的情况 这一点和前几年的艾顿很像 不过他可没有保罗作为导师手把手的教学 尽管怀斯曼的挡拆能力还有待提高 但是他在挡拆完接到球后的持球能力是很出色的 在勇士和开拓者的比赛中 就多次出现了怀斯曼在挡拆接到球后 持球攻控的进攻场景 福尔新赛季进攻地位的上升 和他利用挡拆或者直接个人能力晃动突破以后 在内传内分球的能力大幅度的增长是有一定关系的 战法赛季的福尔经常出现突破到一半就尴尬停球的情况 要知道在NBA这种极北的比赛 后卫球员在罚球线往上一步的位置停球 是非常容易出现失误的 但是新赛季至少在季前赛上 我们可以看到福尔这种停球的情况很少出现了 并且他在突破之后的跳起传球或基地传球 给了怀斯曼很大的发挥空间 譬如在勇士和活人比赛的第三节的最后20来秒 普尔通过在三分线外的晃动突破对手后 直闯禁区冲进篮筐 给了怀斯曼一次漂亮的空间 考虑到格林和普尔事件 以及之后由于薪资空间造成的格林 普尔 维金斯三选二的选择题 勇士队也在找一个能够替代格林的球员 从库明江或杰迈克尔格林 首先是库明江 他已经尝试承担一些普顶发牌组织 以及低位侧翼的回合 来看勇士和活人第二节6分07秒的这次进攻 库明江站的位置就是格林经典的湖顶发牌位 勇士通过拉空一人在湖顶侧翼 让库里通过反复跑位最终绕一侧的多个掩护 创造出的投篮空间 这一次进攻回合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库明江的不适应 库里也没能甩开防守球员 这次进攻也已打铁高中 事实上 库明江在库里借掩护开始往上线跑位的时候 早就应该启动往库里的方向应求跑动了 这样缩短传球距离的同时 也能更好地抓住空位 并且在传球之后 他更应该做好最后一层的掩护工作 也不是着急地去顺下进攻 毕竟库里的终结才是这个战术的核心 再来看库明江的一次低位侧应的战术 发生在第二节的三分四十秒左右 库明江所在的位置就是一般情况下格林的位置 他在背身低位持久之后 卢尼在上线牛角位给库里进行无求掩护 库明江传球给库里的同时 为库里做了第二个掩护 创造出底线的三分讨乱机会 在这个回合 库明江的挡拆显然是没有任何质量的 这也让勇士的这个战术直接少了一重掩护 相比于库明江 替补鞋上的杰迈克尔格林 却意外地完成得相当不错 时间来到了比赛第三节的七分十一秒 杰迈克尔借助维金斯掩护 落位到第一位接球侧应 卢尼交球给到杰迈克尔 从而完成了战术的第一层落位 随后 库里和普尔这边会发起一个 迷惑性非常大的掩护跑位 由库里掩护后 详装要外弹到左路 去接杰迈克尔的传球 实则在谎动之后回位 让普尔作为那个利用卢尼定点掩护 接杰迈克尔传球的球员 以创造出一个好的机会 可以看到 杰迈克尔格林的整体战术难度 相对来说是很简单的 但是 他的战术执行的完成度上 却是相当完美的 追梦格林的侧应工作 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不可替代 至少怀斯曼和杰迈克尔格林 在磨练之后 都有机会胜任这份工作 其关键在于进攻端 是否能够将掩护墙的效果做好 最后应该说说勇士的心源了 休赛西勇士的操作并不多 主要的心源就两个 杰迈克尔格林和迪文勤佐 杰迈克尔格林是成熟的空间四号位了 迪文勤佐也曾是冠军球队的成员 他们的基础能力和角色定位上 都不必太过担心 季前赛的牺牲比赛中 他们也表现得相当不错 迪文勤佐的组织的能力 和格林的三分球都很适合勇士 至于作为新人的怀斯曼 库明家和穆迪三人组 在季前赛中 他们都展现了一定的进攻能力 特别是穆迪 他在有了更多的突破拳和内线攻框机会后 终结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甚至在对方中 展现了欧洲部这样的小脚步运用 如果他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三分球长处 在常规赛是有机会登场的 而怀斯曼 实际上 教练组对他在进攻端的要求并不高 挡拆更扎实一点 终结持比更稳一点 防守判断更老练一点 那就够了 而库明家用一种高情商的说法就是 他的进步空间还很大 究竟勇士的这些新员新人们 会在新赛期拿出怎样的表现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以上就是本部影片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鲁鱼的分析 请点点订阅 欢迎来评论区 与鲁鱼一起掌球